另外的关心疫情 新竹宝山乡双西村办公大楼 在今天傍晚出现了大批的排队人潮 因为辖区内有一名80多岁的老太太 先前车祸送医 住院前PCR裁检呈现了阳性 就怕这位老太太可能是确诊的案例 所以卫生局慎重起见 随即对周边的居民启动快筛 所以现在还要再做一次再做确认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还要等待这位老太太 进行三次的PCR裁检 才能够确定是不是确诊 那么这名被验出阳性的老太太 两个儿子都在饱餐厢 从事餐饮还有服务业 再就让这个地点 又在新竹科学园区附近 也让很多的民众急忙赶来快筛 排队人潮从傍晚6点 一直排到晚间8点半 一共筛减了196位 所幸目前都是阳性 都是阴性 而今天台湾